今天13时22分 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在家中去世 终年86岁 妻子表示母亲留有遗书 据悉警方初步排除外力介入 琼瑶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有一段她生前的最后画面 并搭配了文字遗言 千言万语说不尽 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获得潇潇洒洒 当雪花开始纷纷飘落 我心底轻轻地唱着歌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生命里的雪迹没错过 这趟旅程走来辛苦颠簸 且喜也有各种精彩唱和 经过了山路的崎岖不平 挨过了水路的骇浪风波 留下了 留下了 我那些字字句句的副作 是我今生为爱燃烧的热火 谁在雪地擦了鲜花一朵 阳光映着玫瑰如此鲜活 正向我心中的雪与火 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 那狗啊 那狗啊 始终追寻着日清日落 相信人间有爱 初心无浊 这是我最后的选择 时间已到 生命不会更好 趁我还能微笑 还能歌 不拖累所爱 也超越病魔 我心偏然自如 奔放快乐 当此刻 当此刻 有如火花与雪花 同时绽放 我将飞向 可以起舞的心 早在2017年 19岁的知名作家穷瑶 突然公开了一封 写给儿子和儿媳的 人生中最重要的信 交代了她的深厚事 她特别发出了 五点声明来叮嘱家人 表示 无论发生什么重病 她都不动大手术 不送家户病房 绝不能做鼻胃的插管 最后再次强调 各种急救措施 也都不需要 只要让我没有 痛苦地死去就好 当时这封信 在网上热传 那对于病人的 自主选择权 网友的看法 是不太一样的 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选择 对于在世的亲人来说 太狠心了点 就是谁能眼睁睁地 看着家人离去 不做任何的抢救呢 那也有人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 拥有选择 有尊严死去的权利 没有必要去做 无畏的抢救 有网友先生说法 说自己经历过 父亲得癌症 离开整个的过程 与其痛苦地活着 不如早一点解脱 自己不怕被人说不孝 只要父母 能少一些痛苦 但是大伙都知道 从传统观念来说 很多家属 还是倾向于 尽孝心 这样一个观点的 如果同意患者的 生前预主 感觉就像是 自己主动放弃了 家人生命一样 所以说 生前预主入法 可以更好地 保障患者自己的意愿 实际上呢 近些年来 有关这方面大力推广的 有关方面也在大力推广 刚才我们说的 生前预主 比如说呢 北京 生前预主推广协会 在业界也是广为人知 该协会的 选择与尊严 这个网站 推出的 我的五个愿望 生前预主清单 具体呢 包括比如说 我要或不要 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 或不使用 生命支持治疗 等内容 那目前呢 全国已经有 五万多人填写过 这样的一个清单了 但是呢 这一种民间倡导 它并不具备 有法律效力 一旦呢 患者的亲属 对此有意义 医疗机构 也很有可能 面临一些民事啊 或者是一些 侵权的索赔 或者主管部门的 一些行政处罚 巨大的风险 也让医生如履薄冰 我们也再举个例子啊 此前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呢 就曾经实行过生前预主 但在2021年 推行是已经基本搁置 该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 樊卫菲表示啊 说自己所在的医院 大概是从2019年开始 引进生前预主这一项目的 那生前预主呢 本身是出自患者医院 但因为它不具备法律效力 具体的治疗措施 医生呢 还是要跟患者家属进行沟通的 所以难以真正是按患者的医院去实行 这几年呢 江苏的南京鼓楼医院 也是推出了类似的生前预主 专门开设了宁心病房 试水安宁疗护服务 在这家医院里边 今年63岁的癌症晚期患者 沈女士就选择了安宁缓和治疗 来看报道 说阿姨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生命体育不稳的情况下 像那些有创的抢救措施 比方说气管插管啊 胸外按压啊 气管切开啊 再次给您确认一下 是不是就不接受了 不接受了 目前他这种病 已经到了不可历的地步了 那么就是说 到了最后怎么让他有尊严呢 怎么走 将来他心里也 走得也踏实 也减少他的痛苦 我们家属很认同 病人也很认同 自2016年10月 鼓楼医院肿瘤科开放了宁心病房 很多癌症晚期患者签署了安宁疗护服务知情和意愿确认书 作为较早推广生前预主的城市 南京今年年初还出台了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医院提供临终病人安宁缓和服务 并非放弃治疗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减轻患者的痛苦 缓解了家属情绪 病人本人的这些意愿 他想追求这种安宁 追求这种尽量减少痛苦的这样一些治疗办法的话 其实大多数家属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病是生在这个患者的身上 我们也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 也会和家属去反复的沟通 就说我们这个病人他有这样这样的需求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 相比于这种签署安宁疗护服务确认书的形式 生前预嘱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不必担心家属会随意更改 也是让医生吃一颗定心丸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将于2023年1月1号开始起 正式实施 目前深圳公证处已拜领了三宗生前预嘱的公证 通过公证的方式确保当事人本人的意愿 能够得到尊重和执行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迪表示 立法有现实意义 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 关于生前预嘱的立法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来去理清 包括完善失去决策能力的决策程序 还有制定更加详细的规范和标准 当家属违背了患者的生前预嘱 应该如何处理等等等等 说白了 生前预嘱的完善和普及 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无论如何 有了改变总是好的 相信深圳在这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探索 会日益累积经验 从而为我国普及生前预嘱 开创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模式 如果说生命是一条航船 咱每个人都是这条航船的掌舵者 让生命完美地泄目 让自己的死亡更有尊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将不再是人们的一种奢望 生前预嘱的话题就曾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了 当年的三月份